下雪要下五天 主播又要被封在家里面封那么一两天 一方面 一方面 一方面我有这个要求 就我得把圆柱过一遍 就怎么说呢 丑话先说在前面了 一 吃吃饭了吗 吃过了 两片鸡胸肉 第一 第一 我所有圆柱里列的功底是最差的 所以我们先看列 对吧 对 就几句丑话先说在前面吧 第二 第二 不面向鱼 让没看过的人怎么速决 这个我当你有基础 因为我要因为因为首先要满足我自己的要求 所以我认为你有基础对吧 所以我认为 假设假设观众都是有基础的 原则上每天应该都能够 就是先说这几点 哎呀 反正下雪 下雪就没什么办法 呃 没有也没关系 我当你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问题我不做回答 就是呃超短是以外边的也没什么问题 呃 虽说读列宁大部分人应该第一篇读怎么办 对吧 但我们第一篇先试试水吧 呃 找点别的 我们先来讲 我们先来一起读这么一篇 读这么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之病 呃 列宁相对中后期的一篇 左派右之病 嗯 我们不放语言文 对吧 尽管是直播 但是我们不放语言文 我希望直播间弹幕能够自己找到这篇文章的语言文 然后自己去看 我会念一部分的语言文段 但是 我看了也啊 左派右之病不长 呃 讲完 一起看完这篇以后 如果时间很充裕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起看 呃 就可以一起去看怎么办 对吧 怎么办 或者是列宁的一些其他著作 呃 包括像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 苏外会议报告 对吧 苏外会议报告 无产积极任务 出路何在 国家与革命 对吧 我们就先把列宁看完 嗯 反正每天 如果 如果问题不大的话 基本上就集中在这个点到七点半之间开播 怎么办 有吗 先看完一篇 我 我觉得左派幼稚病不长 对吧 说实话 确实不长 嗯 十个段落 十个段落 五个增补 十个段落 五个增补 确实说不上是长 我们就先把这些看了 嗯 假设啊 假设朋友们是有基础的 呵呵 一起学嘛 这 随机时间开播 就反正这个点到七点半之间随便挑一个点 基本就这样 反正 原著这个栏目 我估计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确实要有这个 要有这个需求 我得自己看一遍 呃 很高 如果我自己闷头读不直播的话 感觉我要脱懒 对吧 确实是这样的问题 呃 打赏的问题你私信主 对吧 对吧 打赏的问题你私信主 呃 主播会给你提供相对应的付款方式 呃 大伙能找件偏颇吧 对吧 但是直播读的又慢 说明读的细啊 我自己发现有些问题 我就直接一扫一眼过了 呃 主打一个陪伴也可以啊 对吧 呃 第一个段落 对 对吧 他第一段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 俄国革命就有国际意义 他这玩意儿是什么呢 就他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 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和国际意义 任何对夸大和忽视的经验都是有问题 我们先对这个段落做一个总结 正确看待十月革命的影响经验和国际意义 国际意义对吧 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 也不能忽视 呃 我们假设啊 假设直播间都找到原文 对吧 我们就念一部分的段落 有一部分段落 我们就不念了 明白了 能找到吧 对吧 百度上应该挺好搜的 很多人应该会把这个全片原文单在上面 呃 我们直接念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 也就也就是一几 人才到 这不说了吗 你不你你直播屏幕不看到吗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个很经典的片幕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看 对吧 那么左派幼稚病分了十个段落和五个增补 对吧 要我们强调一点 这个左派幼稚病说的主要是 其实主要是指着德国共产党的鼻子骂的 就他这个左派幼稚病尤其的典型 说的就是德国共产党 呃 我们先能看吧 第一个段落就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 行行行 给你加个书名号 真的是 卧槽 对吧 第一段啊 第一段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 就国际意义 列宁是这么写 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 他十分明确的说明 我国革命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 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 仅限于俄国的意义 而是国际的意义 不是按照广义来说的 是许是俄国革命的许多基本特点 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 都具都对所有国家发生了影响 对吧 夸大这个真理 忽略这一点都是同样的错误 只要有一个就是 那就这一点指的是什么呢 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 但是目前的历史时期 也就是指的是在他写作的时候 一九二几年前后 情况是这样的 说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 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 不如说他们是凭着革命积极的本能 而领悟到了这一点 对吧 但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 像什么考兹基鲍威尔和弗里德里西 阿德勒 就不懂得这一点 因此他们成了反度分子 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者 和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辩护人 辩护人 那么针对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说十月革命 首先有基本上的意义 就是说它是可以引领其他的国家 或者说其他的国家在发生革命 是可以有经验提供参考的 对吧 任何人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但是他写这篇文章 其实重点不是放在这 对吧 不然题目也不叫做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志平 第二点 那么他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如下的分析 那么也就是第二 很自然而然的引发到了第二段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这个段落里面 他阐述了一部分 对吧 列宁阐述了 为什么俄国革命成功 成功的原因 为什么俄国革命能够在这个阶段下成功呢 作为一个所谓的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链条 对吧 那么原文是这样的 原文是这样的 对吧 原文是这样的 再说一遍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 像那些不善于思索 或者不曾思索过的这一问题的人清楚的表明 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限额的纪律 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他这一段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就是说你得有纪律 那么为什么要有纪律 对吧 那么很自然而然的引发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有纪律 纪律是针对什么样的对象和敌人的 第一方面啊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 也就是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反抗 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 哪怕推翻而凶猛十倍 资产阶级的强大 不仅在于他的国际资本的力量 对吧 第一番 对吧 一就是针对资产阶级 我们把这个东西写在这 针对资产阶级 一啊 资产阶级 我们直接赞原文 赞原文得了 资产阶级的反抗 由于 资产阶级的反抗啊 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 而凶猛十倍 那么第二点原因 就是资产阶级在国际上是有紧密联系的 资产阶级的强大 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 在于他的各种国际联系 牢固而且有利 三 三 他还指出了一种什么呢 对吧 习惯的力量 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 小生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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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很 这个习惯的力量 小生产的力量是指什么呢 小生产是经常的 每时每刻的自发产生的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 有点四十五 对吧 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时每刻的自发的大批的产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呃这个资产阶级我们得着重强调一点 实际上指的是小资产阶级 对吧 哎 我们不讲究什么凑准点这种东西 就纪律 首先针对的是这样的敌人 因为这样的敌人他具备着这样的力量 所以说你要有纪律 好 为什么战胜的敌人去战胜这样的敌人是需要纪律 对吧 他是需要纪律的 就是说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 是靠什么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党的纪律 是靠什么来维持 靠什么来检验 靠什么来加强 开拨时间没有机 闲的就拨 是这样的 想到哪拨到呢 对吧 第一点 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他对革命的忠诚 对吧 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他对革命的忠诚 是靠他的坚韧不拔 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 就是首先得指出一点 先锋队在一般意义上来讲 来讲对吧 思想觉悟上是高于其他人 首先针对的这个纪律针对的是先锋队的对吧 他不是针对的什么每一个人 你只能说他尽量的向先锋队看齐对吧 但是我们先锋队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先锋队之所以先锋队就是因为每个人不可能都是先锋队 对吧 是靠他从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 首先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 但同样是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先联系 对吧 是靠他从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 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 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 可能可能有的人会对这句话哭来哭去的对吧 呃 但是不要哭 你就直接强调这玩意是劳动群众就行 你不用管他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 还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 第三是靠什么呢 是靠这个先锋队所行的政治领导政权 靠他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政权 而且群众基于过往的经验对吧 基于切身经验确信其正确 你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就本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完了 是不是有的很 有觉得很 有觉得这个东西在某些思想上体现的 体现的比较明确 是不是你提到某个东西的时候 再一看这三条是不是感觉到很熟悉 对 一个革命政党又真正能够成为 扑一番资产阶级 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 没有上述纪律就不可能建立 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 对吧 这些另一方面啊 这些只有 另一方面构造这些纪律的条件 是不可能一下产生的 好 也就是说 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 才能造成这样的条件 正确的理论 是理论而不是教条 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 但只有从真正群众性的 和真正革命的运动 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这些条件才最终得以形成 布尔实为主义 或者说就是俄国的这些特点 对吧 他能够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 顺利的实现基金各的集中和铁的纪律 原因在于俄国有若干的历史特点 列宁做了如下列举 一 布尔实为主义 我们就运运了 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对吧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正确性 不仅为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 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徘徊 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 在半个世纪里 对吧 俄国找了一大圈的理论 专心 专心致志的 密切的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 每一种最新成就 找了半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 对吧 俄国革命者 在19世纪下半年 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 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 十分熟悉 这是世界上任何异国所不及的 第二 列宁认为这个条件还有什么呢 我把这个框拉得小一点 这是什么呢 就是15年的各种时间的历史 对吧 用列宁的话来讲 这在看哪一篇啊 这篇 我们先看这篇事实尺度 然后再说怎么办的问题 怎么办 这篇文章实际上讲的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党的建设和灌输理论教育 对于有些人来说 接受难度可能比较高 对吧 我们就先看这么一篇 对吧 第二 他说这个俄国 有这样的传统 任何一个国家在15年内 在革命经验方面 各种运动形式上 对吧 合法的 不合法的 和平的 激烈的 地下的 公开的 小组的 群众的 议会和恐怖主义的形式 他都试过了 就在如何进行 如何对过去的沙俄 就有的沙俄进行革命 这个问题上 那么他也就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论论证 也就是说 布尔什维克 在俄国能成功 就是有这样的纪律 这样的纪律 第一 是在马克兹主义指导下产生的 第二 是在过去 上方俄国各种各样形式上的革命的 经验上总结而成的 对吧 经验 是在过去 那么 那么 左派幼稚病的第二部分就 第二部分也讲了 有的人说 你说这列 你写了半大天 他为什么还没写到左派幼稚病 就你 你首先得定义 或者说确认 什么东西是 什么东西是 不那么 不幼稚的 对吧 你才能去批评 针对性的批评 他一个左派幼稚病的部分 第三段 是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主要阶段 就是 我其实可以挑过 对吧 他其实讲的是一个党史的部分 你其实讲的是发展史的部分 本段都主要讲发展史 发展史 对吧 他把列宁把这些年代分了几个年代 1903年到05年是准备阶段 什么各个阶级都在谋求 谋求革命 对吧 然后1905到1907年 就开始你方唱吧 我登场了 1907年到10年 革命失败了一次 对吧 就反动年代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 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 以前的宗法制参与 然后在10年到14年 高潮年代 然后14年到17年 一战 17年 二次革命 对吧 简要的对这个问题总结 进行立下总结 然后就是第四段 然后说 为什么布尔什维主义 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把标题复制一下 总结了一下历史部分 这个历史部分 有待与有兴趣的人去考究 我们就不在这个问题上 过多的纠结 布尔什维主义 是在反对工人运动 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 成长壮大 得到断裂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他其实首先提出了 左派幼稚病的部分 首先是 首先是 现在一提 首先是这三个字 就是首先是 犯下了澳门之罪的 对吧 首先 首先 首先是哪个敌人的 毫无疑问 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对吧 首先是 而且是主要是在 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 机会主义 实际上就是 倒下资产阶级方面 对吧 主要针对资产阶级 对吧 其次 其次也就是重点 实际上 其次的部分 他才是这篇文章写作的重点 不是 布尔什维主义 是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性 做长期斗争中 成长成熟 得到锻炼 对 成长成熟 得到锻炼 左派幼稚病 实际上指的是这一步 这种革命性 左派 这也就是 左派幼稚病 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一步 对吧 那么他对 练琳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做了哪些的概括 或者说总结呢 说这种革命性 首先有些像无政府主义 或者有说 有些地方照搬 无政府主义 他在任何重大问题上 都背离 无产阶级进行坚证的 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 对吧 马克思主义者 在理论上完全认定 理论上完全认定 这个 小私有者及小业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一直受到压迫 生活往往急剧的恶化 一直遭到破产 所以容易转现极端的革命性 但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 组织性 纪律性和坚定性 那些 所以容易转现极端的革命性 但是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 组织性 纪律性和坚定性 小资产阶级是什么 我们就不做强调 对吧 都知道 都知道 怎么办 对 怎么办和幼稚病 对着走 我们先读完幼稚病 如果说没有被超管进行封禁 对 如果说超管没有封禁 我们就把怎么办读了 是吧 就是我们先读幼稚病是谁吗 包括历史 我们可以延伸一下 对吧 拓展阅读 第一次历史决议 第一次历史决议中是这么说的 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 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 但是在思想上或者完全没有入党 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面貌者 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 第一次历史决议的表述是这样的 带着这种作风的党员 带着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 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 思想上没有 却没有入党 或者是完全没有入党 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 出现的自由主义者 改良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等等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 坚决地划清界限 严肃地恰当地耐心地进行斗争 那么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不但不能克服 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本来的面貌 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 实行篡党 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失 那小资产阶级究竟指的是哪一部分人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强调这个问题 再说超管破坊 不管 事实上说这种极端 我看一下弹幕 有的人问布朗基主义者是什么 我直接给你复制 我直接给你复制一下解释吧 布朗基主义者是什么 少数精英 先对工人积极改造 改造 改造完了再搞共产主义 对吧 其实就是这种东西 先由少数精英来掌握政权 这个东西改造完了 对吧 再实现所谓的什么政权变革 然后再搞到这种东西 有没有想到一种很熟悉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 如果你也发现这个东西熟悉 难道的事业就对了 对吧 先由少数精英对工人阶级改造 改造完了再搞共产主义 嗯 他是这样子 简单概括就是这种啊 具体细讲比较复杂 而且没什么讲的必要性 嗯 极端体现在什么方面 极端的革命性体现在什么方面 没有 他的意思是是这样的 是 就布朗基主义者往往认为大部分工人不具备革命自觉性 自发革命没有任何关系 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吧 成功的 必须有几个头 必须有一些 先进的精英来带着他 而这个精英究竟是什么 这个精英他究竟是 是 是怎么判断的 布朗基主义者并没有谈 他实际上就是精英主义者的问题 嗯 这和先锋队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先锋队是在 我操 要注意点 先锋队是在 在大多数 大多数工人阶级 自发革命的过程中 相对具有经营的另一部分 过程中 对吧 形成的 先进的 就有领导作用的 前者这个少数精英 他怎么精英来的 不知道 对吧 你是不知道的 他并没有去衡量 是脱离 是脱离所谓工人 工人革命实践的 搞清楚这 继续 布朗基主义者的例子是不用 不用举啊 巴黎公社直接把布朗基主义捶死了 你觉得需要 需要 需要 对吧 顺序搞错了 布朗基的目标是什么 精英领导一次性 一次性的干成资本主义 对吧 然后在这个新的精英领导下的阶层 然后 慢慢的在 慢慢的在教育 对吧 就是所谓的一步跳到共产主义 通过精英 对吧 也就冲 对吧 一步实现共产主义 从而一步实现共产主义 就是先有这么一帮人觉得自己是共产主义 然后这帮人到一帮人 把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干成了 然后说 然后说我们已经是共产主义的 然后慢慢教育吧 这布朗主义 布朗基主义者是这样的 极端的革命性 就是我们还是说回来 小资本积极革命性 这个极端方面 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方向 它体现在什么方面上 一个典型案例 只有我是正统做 正统的 读懂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种就叫极端性 只有我是正统的 读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 或者说什么呢 或者说其他人都修了 我不 其他人都修了 这个革命力量是比较成绩的 这种就属于极端性的革命性 对吧 没有明确 本直播间 这个词汇没有明确指代 我们还是得提嘴 没有明确指代 对吧 不针对任何人 也不发表任何意见 我们继续 然后说这种革命性有什么危害呢 对吧 对吧 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 滑而不实 很容易的转为俯首听命 消沉颓丧 单于幻想 甚至转为疯狂的 醉心于这种 或者那种资产积极的 时髦思潮 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对吧 人所共知的 革命政党不能光在理论上 抽象的承认这些真理 对吧 还能丝毫不避免重犯救错 他说什么 就像什么一部分典型 无政府主义 然后说这个布尔史维主义诞生之前 就对继承了小资产经济 半无甚至革命性 做无情斗争的传统 包括像什么社民党否认马克思主义 社民党认为自己特别革命 特别左 因为他肯定个人统部暗杀手段 对吧 我们把这句的原文 说啊 这个社会民主党人 认为自己特别革命特别左 因为他肯定个人恐怖暗杀手段 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 坚决摒弃这种做法 我们摒弃个人恐怖 自然只是出于 对这种手段是否适当的考虑 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 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 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 在全世界资产阶级包围下的 所采取的任何恐怖手段 那么这类人 早在1900年到1903年 就已经受到当时韩式 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 普利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 呃 这句话 你在今天看来是有些 有一部分就很典型的意义 就是说你闲得没事 别往巴勒斯坦人 巴人正那个方向上去凑 对吧 离这种人远一点 乐虽然是很乐 对吧 但是重新王子办的事情 他确实说不上是人办的事情 嗯 然后历史已经在 然后又在这个问题上 正开始针对德国人进行批判了 革命的社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 对吧 同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取得的胜利 那种必须的那种政党最详细 啊 这一意啊 说这个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 即无产阶级的一业那里 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这一正在对考资基西法庭 雷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 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 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 迅速的广泛的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承认了苏维埃政权 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是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然后说布尔什维主义 同自己党内左心斗争 我们来这样 对吧 说这个聊完了跟这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斗争 他跟左心范围的这个斗争具体有什么体现呢 有两次规模特别大 一次是1908年关于参谱 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 和是否参加最受反动 受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 对吧 这个问题列宁后面会有两段来讲 一段讲议会 一段讲 一段讲要不要加入工会的问题 另一次是在1918年 递结合约的时候可否容许某一种妥协的问题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才是怎么讲的呢 我们继续 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的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 那时候的左派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革命者 后面光荣的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特别原因1905年抵制议会成功的经验作为论据 对吧 那么列宁的观点是这样的 我们继续 说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 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 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 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 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 有时是有益的 甚至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 盲目的机械的不加批判的搬有这种经验 就大错特错了 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度嘛 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补救的错误 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 至于1907年1908年 以及以后的几年中的抵制 就是极其严重而且难于补救的错误的 为什么呢 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迅速高涨的转为起义 另一方面 在当时资产阶级军主制度正在违新的整个历史环境 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 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 换句话说 就是你不能在这个原子性问题上 就强调原子性和灵活性上的结合问题 然后关于合约的问题 布雷斯特合约的问题 列宁是如下回答的 现在我们听到人们 例如社会革命党人 攻击我们签订布雷斯特合约的策略的时候 或者当兰斯波利同志后谈话 说我们英国公联的领袖说 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 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 列宁用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来回答 假如你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给拦住 你把前身份证手将汽车都给了他们 于是你摆脱了这层信誉 这显然是一种妥协 但是你很 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说 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 对吧 我给你钱 武器汽车 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协 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呢 是强盗的同盟者 虽然强盗突然的汽车 又可以利用他和武器再去打击 我们同德意志 德国帝国主义的强盗的妥协 正是这样的一种妥协 还是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问题 而我国的这个 而俄国的这个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他对反对在各种情况下 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 甚至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 进行妥协 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 这般先生才真的是强盗的同盟者 结论是什么呢 对吧 那么列宁对此做出了结论 原则上反对妥协 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 这简直是难以当真对待的孩子气 一个政治家想要有益于革命无产阶级 应当是正是一道善于辨别出 那种不能容许的 运含着机会主义和判卖行为的具体的妥协 并善于对这种具体的妥协 全力开展开批判 猛烈的进行无情揭露和不调和的斗争 绝不容许那般老鱼事故的专讲实力的社会党人和老奸计划的语言 泛谈一般的妥协来推协和逃避 接下来内容还是针对合约的问题 我们就继续了 那么针对这个左派幼稚病的典型范例中 这个列宁专门用了一段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吧 他第五段写的是这样的内容 第一句 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左派幼稚病主要重点针对的是德国共产党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 他们不是把自己叫做左派 而是叫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 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阵后 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的看 那么针对这个德国共产党 对吧 德国共产党 他就怎么怎么论证这一点呢 去表明他这个就有这样的特点 那么就首先引用了德共几段言文 对吧 我们就是直播练 我就不复制了 这个德共说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从政治方面来看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 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 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 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注意一下 这就是德国共产党人在当年KPD KPD在当年理论上研究的那种 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 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然后又接着说到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他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 只是一个策略问题 不管怎样 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届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 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 党的一切东西都应该适应这个目的 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 反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 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 反是实行机会和激动和通融的政策 都应当十分的坚决 然后他们又提 说这种汇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 就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 反之想因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 工人都应该联合在这里 对吧 政治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的广大的战斗队伍 凡是承认阶级斗争 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 进行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群众 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 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的之外的 共产党的任务 来朋友们 德国共产党在抽象言论 在上面中犯了你几条错误 对吧 KPD当年能把无产阶级 共产党和工会三者对立出来 这就是KPD当年的水平 更恐怖的是什么 更恐怖的是现在欧洲共产党 现在的欧洲共产党有一大部分人还不如KPD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甚至还不如KPD 站在工人联合会之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这话你怎么讲得出来的 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这你是怎么问出来的 我操妈KPD不死谁死 我操 这你上哪去逗人啊 你连SPD都逗不过呀 然后算了我们就不念了 我们继续我们继续讲 列宁列宁接下来想个什么 对吧 一方面他批评这个德国人犯了什么错呢 列宁认为这个德国共产党一方面 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迅速更替 破坏了领袖政党阶级之间 那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简单的关系 人们面与这种难以理解的状况 思想便发生了混乱 什么在德国也像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 人们过分的习惯于合法状态 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 自由正常的选举领袖 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 群众大会报章杂志 通过工会和其他的团体的情侣变化 方便办法来检验各种党的阶级成分 对吧 但是革命的极具发展和内战的展开 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 只能让人们不知所措 对吧 开始意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 然后又开始说 又一句 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 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越 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 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之间的相互更替 对吧 因此更替 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 助长了这种荒谬的意想 咱 咱说句实在话 你把荷兰换成北欧 我觉得 对吧 换成西欧绝大部 西欧北欧绝大部分国家 这个结论我认为依然是成立的 不幸的生在了一个具有特别优越 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 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之间的相互更替 因此让他们去理解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更替 只能使得他们的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 对吧 咱就别说和了 那北欧那三个国家哪个不是这样 北欧那三个哥们现在不就是以这个东西做卖点 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很明显 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 就胡乱使用了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 这些人时常听到并且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 怎样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 对吧 这就是两个左派幼稚病的典型案例 是吧 其实这两点原因我们说到底 令您在说什么呢 不动脑 对吧 第一条 没有对这种合法状态和不方法马状态的更替 破坏了这种通常的关系 以至于理解不了 第二条 对吧 根本就没有从源头上思考群众和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 简单的把群众和领袖之间对立起来 为什么不能呢 对吧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 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 表现的特别明显而突出 产生这种宣传的基本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期间以英国为例做过基本说明 是这样的 以英国人为例的说明 马克思论证是这样的 英国的垄断地位是群众分化出一半半市块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 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 直接或者间接的受到资产阶级卷认 马克思之语之所以光荣的被这般坏蛋所痛恨 就是因为他公开的指责他们是叛徒 现代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 正是在 对吧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先进国家 有些先进国家具有垄断特决定的 在怎么办中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应该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第二国籍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 机会主义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这样一种人 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 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 不吧 这也是我们讲说 你玩KR的时候 公团就公团 对吧 你千万别把公团主义当成什么好东西 对吧 千万别把公团这种东西当成什么好东西 你是要跟公团主义划进界限的 说为了不让别人骂 然后于是这帮人 为了不让别人骂这样的叛徒领袖 机会主义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说什么 只顾这种人 对吧 他是这么说 为此尽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 根本上对立起来 对吧 说明根本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实在是荒唐 而且愚蠢的可笑 尤其是尤其可笑的是 人们在达到领袖 这一口号掩饰下 实际上尽把一些胡说八道 满口谬论的新 满口谬论的新领袖 来拉出来代替 那些对普通事物 还能吃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是这样的 现在的中文后联网的 一大部分的王族 实际上也就是想当这种什么 胡说八道 满口谬论的新领袖 拉出来代替什么那些对普通事物 还能吃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问题不在于说什么老领袖 究竟有什么问题 问题不在于说老领袖有什么问题 问题只在于说他们只只想 为什么不应该是我的 对吧 为什么这个领袖不应该是我的 也正如我们之前 先前上面说的这样的问题 这个极端的革命性体现在什么方面上呢 一个典型案例是 只有我是正统的 只有我是读懂了 真正意义上读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 而正是因为只有我是正统的 真正意义上读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 所以我应该来当这个领袖 这个逻辑是连贯的 这个逻辑是连贯的 因为这些人具备的这样的 因为这些人具备的极端的革命性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这种极端的革命性 所以他们在后面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为此尽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 根本对立起来 实在是荒唐而且愚蠢的可笑 对吧 尤其可笑的是 人们在打倒领袖之一口号的衍生下 实际上尽把一些胡说八道 满口谬论的新领袖 拉出来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 反正是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那么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 对立起来之后的下一步结果 就是否定政党和党的技术 这个逻辑是很连贯的 就是他已经阐述明白了 这种小资产阶级革命性 这种极端的革命性的极端 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迫害 就是说这种革命性 到了最后一方面 因为是我 对吧 我才是新领袖 搞出来这样的东西 结果就是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 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 不能坚持 不能团结 不能步调一致 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 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 对吧 这也就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 不能坚持 不能团结一致 不能步调一致 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 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 所以我们讲 无产阶级它一定是从生产中得来的 对吧 它一定是从生产秩序中 是从制造业的生产秩序中得来的 制造业 你不团结 不坚持 不能步调一致 你是要出人命的 对吧 它已经不是说 你能不能取得一个相对应的劳动成果的问题 不遵守生产纪律 是要出人命的 这个思想觉悟 必须要从制造业的 制造业的 无产阶级的 生产实践中得来 而不是说什么 我今天看了两篇工人小说 听了两首红色摇滚 你说 你说这种东西 它叫革命性 它叫政党性 和党的纪律性 对吧 你也摇滚轻眼 你也摇滚轻眼 对吧 这也恰恰就是像资产阶级的散门 动摇 不能坚持 不能团结 不能步调一致 组织过的最大的活动 就是搞个音乐会 然后被人干烂了 对吧 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 否定政党就意味着 否定 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沿 跳到共产主义最高阶段 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 和中级阶段 对 说你 这种人会 都会什么 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 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 竟然无产阶级 辅食无产阶级 经常使得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 换散性 个人主义 以及由狂热 转为灰心等救病 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 狂热 转为灰心等救病 我们没有针对具体的某一个什么主播 或者说某一类人 救病 要抵制这一切 要是无产阶级能够正确的 有效的 胜利的 发挥子的组织作用 正是他的主要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 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 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那么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然后再下来的部分 是接着要谈这个所谓的反动工会的问题 也就是第六段 革命家应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这个又 然后又说德国人 这个德国人干了什么呢 把原文赞一下 说这个德国左派认为对这个问题 无疑应当做绝对否定的回答 他们以为只要对反动的反革命的工会 慷慨成词 慷慨成词 弄气冲冲的叫人一番 科获拉在这方面干的特别壮串 也特别笨拙 也就是足以证明 革命家 共产党人是不需要甚至不容许 在黄色的社会 沙文主义的 妥协主义的 列金派的 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 我们把这个东西延伸一下 你说穿了这个问题 主要挺现在什么方面的 就是你不允许统一战线 我们讲嘛 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 两个都否定的叫托洛茨基 想一想是不是 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否定统一战线 否定党的建设 两个都否定了 你就成托洛茨基了 学生天然是托洛茨基的 那么他对工会的这个东西是 列宁 列宁做的是 列宁是如何做的 对吧 说这个工会形式是 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 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 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 或者常务机构 就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都有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 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 灵活的 较为广泛的 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 党通过这个机构和本阶级和本群众之间保持密切联系 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机构 密切的联系 没有工会的治理支持 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 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上奋不顾身的工作 那么不要说这个苏俄能够管理和国家实行专政两年半 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 建立这种机构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就要进行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工作 进行宣传和鼓动 及时的经常的与工会领导者 以及一切有影响的工会工作者举行会议 感谢汉堡怪兽的S 马刚的那套东西代表了先进生产力 辅作工厂的流水线是不是也算一个 不是我们说的马刚那个东西是先进的文化 对吧 首先我们强调一点 不是先进生产力 是先进文化的部分 这个文化指的是企业的管理文化 对吧 它不完全是一个先进生产力的那个 是指你那套一掌制的一掌制的机关技关技术经营管理企业 工人完全按照生产条例进行生产的这套东西 对吧 它在企业管理制造业企业管理上是有优势优有性的 因此把马刚那套东西规律为先进文化 流水线是一个生产力的部分 对吧 没有人否认福特 对吧 亨利福特当年那些东西 他在美国的时候代表过第二次工业革命 乃至第三次工业革命一部分的先进生产力 对吧 讲清楚这个 为在吗 打SC的那个老板在吗 汉堡怪兽 就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范畴上的不同的 马刚宪法那套东西是企业管理文化 福特的流水线是一种生产工艺制度 对吧 它是针对生产力和生产效力 特别是特别是必要劳动时间上的改进 对吧 因此后者是生产力的部分 前者是先进文化的部分 对 马刚能用流水线干活 你说的没错 是的 这是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和范畴 我们继续 继续继续 对吧 然后说工会联系群众实际上是不够的 对吧 单纯依赖工会 这种联系是不紧密的 也是不够的 不满足这样的需求的 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 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 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 这也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 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推广这种机构 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 接近群众 打赴群众的要求 从群众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担任工职 最近颁布的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成工农检查院的法律中 有一项法律就社群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 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警察工作 我们来扯一点别的 在你别 在你别在现在 对吧 这个工人当代工人阶级研究 工会理论构建和工人运动的工人运动理论的研究工作 是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展开的 就重点基本上体现在这儿 对吧 为什么是复旦 为什么是复旦和310 对吧 逻辑就比较通畅的 从各种层次层面上来讲 第一我们得承认 对吧 310有着非常浓厚的制造业传统和浓厚的制造业传统和非常先进的制造业生产企业 对吧 你首先得承认这一点 第一 第一对吧 310一直是个工业中心 第二点 310的舆论厂商假装自己没有制造业 假装自己没有工业 没有制造业 不代表他实际上没有工业和制造业 对吧 这是第二点 就是大部分有人装自己不是工业城 第三点 复旦大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跟复旦大学的关系是没有跟上海总工会的关系紧密的 就我得我得着重的强调一点 复旦的马院跟复旦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没什么关系 除了学校叫复旦大学 它实际上没什么关系 它是跟谁的联系比较紧密 跟上海市总工会 对吧 跟上海市总工会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 你这么想 310有着目前最先进最复杂的无产阶级状况 对吧 无产阶级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状况 要知道垮掉半代的人的同时 同时培养半代人 正是由于310具备着如此复杂和抽象的实际生产状况 能把能在这个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培养出来的理清这种复杂情况的人 他一般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人而言有一种在这个经验上的先进性 就是我得我用嘴句是什么的 就是复旦的马远跟复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 是这样子 就是说 为什么工人理论 工运理论 由上海市总工会负责 上海市总工会 又由上海市总工会 又和富兰大学马克思主义宣言来负责搞这种东西 对吧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出于这样一个 第一的就是先进 第二 310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人装作自己不先进 你不能说他没有 是舆论场上的上海IP 是装作他没有的 装作他没有的 而构成了上海这些先进制造业企业的 你像互动中华的这些人 对吧 你像互动中华 你再像什么上海电系的这些人 他往往是在上海的舆论场上 是没有发生能力和发生空间的 为什么我不知道 对吧 但就是没有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顶着上海IP 各种开这个说这个话 发这个言的人 他往往都不是制造业 为什么制造业在舆论宣传上面失灵了呢 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上海的制造业 作为一个有着25经济比重的人 在舆论场上没有25的发言能力 对吧 那各位就可想而知了 是不是有些人 有些媒体 故意的堵住了人 这些人的这些嘴 对吧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老 很多都是老上海人 是不是有些媒体 故意的堵住了这些人的嘴 我们就不知道了 对吧 他的讲话能力被替代了 是吧 剩下的我们就不讲了 对吧 剩下的我们就不讲 因此你不要说主播天天开310炮 你要搞清楚主播针对310是针对的是哪一波 主播从来没有讲过说什么上海没有制造业这种话 当然当然另一个问题 户C究竟算不算上海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上海人 当然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户C究竟算不算上海的我不知道 这当然其中大部分人 大部分应该都集中在户C地区 我们继续了继续继续继续 再看一会泡一会一会人来了 不是你说北万万F你说到那句话 我就想笑他 问题不在于有些人把那个人和他说的那句话抬出来 问题是有些人IP310的陆家嘴金融从业者 把这种把这种话说出来 对吧 问题在于更抽象的在于有些上 有些310IP的人把那句话又搬出来嘲讽讲所人 这个就没什么道理的 对吧 问题不在于他读 问题在于有些金融从业者 陆家嘴金融从业者 用这句话来嘲讽讲所人 为什么没有特局 哪句 你搜一下 对吧 你搜一下 我给你简单提示一下 对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叫做 江苏不能设立经济特区的主要原因 然后你顺着这个东西搜一下 就你你就知道这个这句话是谁说的 不过有一说一 你说到上海亲户人也就能说到那一句 对吧 简单搜一下 对吧 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 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 你就我就简单提示到这里 你就搜一下 你就搜一下这句话哪来的 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 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 坏分子的活动熟门熟路 对吧 你说到亲户人应该会想到那一个 出了名的领导人 亲户的就那一位 你现在 你先对这句话开炮之前搜一下 这句话谁说的 对吧 好吧 主播就提示到这里 主播我们继续把书读完 搞笑的不在于这句话被搬出来了 搞笑的在于310IP的路加嘴金融从业 正把这句话搬出来 不是主播说的 提前胜利不是主播说的 说这个工会的问题 我们讲到哪 对这个工人联系不集中 就为什么工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德国总 左派谈论什么共产党人不能也不应该 在反动工会里工作 说什么可以放弃这种工作 应该退去工会的 应该退去工会 必须另外创立一种 崭新的集成的 极其可爱的共产党人 意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 对吧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是胡说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说资本主义必然遗留给社会主义的 一方面是工人中间就有的 长期行程的工种和行动上的差异 另一方面是各工种的工会 他们只有十分缓慢的 经过许多年才能发展成为国务目教广 而行会气味教育的产业工会 行会气味教育 着重强调这个 对不对 有些工会实际上 行会气味是很重的 尽管他叫工会 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 进一步消灭人员之间的分工 教育 训练 培养出全面发展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 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 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 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 而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 也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 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形成 完全巩固和形成 禅书展开的时候 才能实现的东西 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德国王左 所谓的极端派 实际上指的是左倾 对吧 所谓的极端的就是指的 极端的 我们还是那个问题 你现在肯定是要强调分工的 只有十分缓慢的 经过许多年的才能发展成为 一定会发展成为规模较广 行为气味较少的产业工会 经过这种产业工会 进而消灭人与人的分工 对吧 这种消灭人与人的分工 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 受到全面训练的人的 这种产业工会 它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环境下强调出来的 你不能在现在强调这种东西 那还是这个 你无疑于叫四岁小孩去学高的数学 对 但是分工不代表不了解全貌 是的 但是你现在你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所谓的极端的革命性 或者说左派幼稚病 幼稚病 实际上强调的是左倾 着重 左倾 冒险 或者这么讲 要防止右 但主要要防止左的左 指的也就是这种东西 直播间应该不会有人问 为什么说什么要防止右但主 防止左的那个左 为什么要打引号 应该不会有人能问出这种问题来吧 我们就跳过下去这种讲了 对吧 你不能搞左倾冒险主义 对吧 应该不 应该不至于 应该不至于 这个基本上应该都理解 这个代引号 所指的是左倾冒险主义 对吧 然后说工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工会为什么说到后面 有一部分会形成所谓的反动工会 对吧 这个工会会有一个 他说内在有秉进的问题 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建立工会是工人积极一大进步 使工人有散漫无助的状态 过渡到了初步的阶级联合 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 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阶级 领袖和权重结成一个整体 他就不配拥有这种称号 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一定是搞清楚领袖和阶级 领袖和群众的辩证统一关系的 开始成长的时候 工会就会不可避免的暴露出 某些反动色彩 某种行会的狭隘性 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 以及英雄守旧的旧机器 机器等等 但是除了通过工会 通过工会同工人积极政党的 协同动作 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从来没有 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 对吧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就是无产阶级像这个积极 这都什么玩意 你们大部分不要扯这种东西 教育和领导 而且不应该忘记 工会现在仍然是将来也在 一个长时期内 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 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 是促使整个国家整个经济的管理职能 逐渐转到工人积极 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手 进而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 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他说这个工会有什么问题呢 某种行会的狭隘性 对吧 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 某些英雄守旧的积极 那么就如果你有了解过全总的那个历史的话 你会比较明显的感受到这三种倾向 在某些工会中 某些企业工会中的存在 行会的狭隘性 不问政治的倾向 英雄守旧的积极 这个体现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工会的反动性 同时要指出 上面所说的工会的某种反动性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难免的 对吧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难免的 不懂得这一点 就是完全不懂得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 害怕这种反动性 启动避开它 跳过它 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 这无异于是害怕 无产阶级新风队的作用 对吧 是难免的 因为这无异于 就是说你却害怕这种观点 无意是害怕发挥 无产阶级新风队的作用 训练启发 教育工人阶级 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 被把他们吸引他来参加新生活的作用 那么整个第六段 就是说革命家应不应当 在反动工会里工作 应当 相当应当 即便工会具有反动性 而特别是欧洲的 那些所谓的比俄国先进的国家里 工会的反动性 要显然比俄国严重的多 孟识为客在工会的地盘 对吧 巩固的也多 形成的工人贵族 则比俄国也要强大的多 对吧 也就是这么说的 也就是列宁接下来的这段话 但是 我们同工人归族做斗争 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 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 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 沙文主义的领袖们做斗争 是为了把工人积极争取过来 如果忘记这个罪名 浅显最明明的道理 那是愚蠢的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 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 得出结论就是退出工会 拒绝在工会中工作 拒绝建立新的异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 那么第七段 要不要参加资产积极议会 那么论证逻辑和这一段是比较接近的 我操 怎么讲到现在才讲到第七段 我许识这文章没有那么长 得加快一下进度了 那么德国左派共产党人 又以极端鄙视 极端清算的态度 对这个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 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了 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德国人 凡是回头再去采用 在历史上和政治上 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 都应当十分坚决的拒绝 和罗沙卢森堡和卡尔里普克内西 这样一些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 见解相反 这个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 就认为议会制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 大家知道左派错了 单单这一点就从根本上 推翻了议会制在政治上 已经过时的论断 让我们看看啊 让我们看看 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原文复制出 我就不念了 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 便特别明显的证明了他们错误 既然数百万的众多的无产者 不仅仍旧赞成议会制 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 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 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 显然是德国左派把自得愿望 把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态度 当作了客观现实 这对革命家而言是最危险的错误 即便是在今天很多人依然在犯这样的错误 他们把一个事情的理 他们把一个事情的依然 对吧 依然问题当成了实然问题 他们把自己的愿望 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态度 当作了客观现实 在德国左派 也就是德国共产党当时 他们犯下来的错误就是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 在今天的有些人来说 他们把自己的愿望 自己的思想 自己在政治上的态度 当成了中央在政治上的态度 进一步当成了实际上的政策 如果说他们没有按照 如果说哪一天 中央和政府没有按照这种 意想中的政策执行下去 这些人就会破防 这些人就会迅速的 从所谓的建制派滑落到反建制派的预境中去 对吧 这些人不利于在微博上到处发颠 否定这个否定那个 好像你不按照我的转 你就要出大问题 不管这样的人 他就有什么样的学历 对吧 甚至可能是什么美国 什么那个这个博士 那个博士 对吧 但是他们依然会犯这样的错误 你不把你不按照我想中的转 你就完了 对吧 把自己的愿望 把自己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 当作的客观现实 我们必须得承认 很多人在时至今日 他依然在干这种 我想的是什么 他就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有的人说你为什么 你搞议会的原因是什么呢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必须参加议会选举 参加议会 议会讲坛上的斗志 目的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 正是在于启发 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 备受压抑的 愚昧无知的农村 农村群众 当你们和无力解散资产机议会 及其他类型的反动机构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 正是因为那里还有这受神父遗怒的 因穷乡避暖而避色无知的工人 不然你们就真的有成为空谈家的威胁 也就是说这些论据 这些段落实际上是对先锋队 对群众的一个启发作用 教育作用的得出生技术的 你必须从这些根植于 你不管说你怎么看他也好 你必须要他和和他们紧密的结合起来 根植起来 那么也就是接下来的这部分内容 在西欧和美国 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 先进革命分子所生物通绝的东西 这是不容争辩的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很难想象有什么比 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议员 战事人和战后在议会中的 所自所为更卑鄙无耻 更具有叛卖性 那么在解决因当 这些工人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 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 就是不仅不明智 简直是犯罪了 在西欧许多国家出现的革命情绪 目前可以说是一件稀罕事 新鲜事 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 太失望 太焦急了 正因为这个缘故 人们才容易被情绪所支配 绝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 来根据革命策略 制定革命策略 这些问题在怎么办中 还是要提到的 就是正确分析 政治形势 正确认识 工人阶级和劳总群众的现状 那么第八段 不做任何妥协吗 对吧 那么也就是接下来第三段 你要是不是应该在 不做任何妥协 还是我们之前那句话 原则性和灵活性上的变证关系 弹幕可以适当的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对吧 就你们总得说点什么 操 主播好人一生平安 操 那么我们之前的谈到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谈了一部分 对吧 那么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了一点 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 想跟独立党人 也就是考斯基拜 结成联盟 并加以攻击 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 这种攻击很明显证明是左派这错误 对不对 俄国有过同孟什维克相合作 的左派孟什维克 也就是马尔托夫 1917年 我们明显的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 布尔什维克 转向布尔什维克 1917年6月的 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只占代表总数的13%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就已经占到了51了 为什么德国工人有着同样的 完全相同的 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 却没有立刻增强共产党人力量 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的力量呢 原因之一 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 这种策略 这种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 反动的资产机议会和反动的工会 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左排有之命 这种并证已经暴露出来了 当然我们事后知道 德国共产党反正也没改 KPD都不够SPD KPD和SPD加起来都不够纳粹 然后就没什么结果 很显然 对吧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出生 但是德国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土壤和血统 血统变得什么 更加理解 马克思列宁主义 西方的工人阶级还算工人阶级吗 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结论 你只能说安东尼奥 你只能说安东尼奥奈格里死的有点恰到好处了 奈格里在去年也就是23年12月底的时候去世了 那去世之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人敢下什么结论了 因为奈格里所有著作主要任务就是讲 对吧 就是讲欧洲现在的新的社会变革的革命主体问题 这他一去世这个问题就彻底没有办法谈了 然后搞笑的一点就是德国共产党不承认反而在合约 然后第九像那种 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 每次谈到英国的事情怎么总是那么糟糕 说英国当时还没有共产党 对吧 但是工人之间出现那种崭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 令人感到极有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 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党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 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等等等 那么分歧在于什么呢 分歧在于要不要参加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 要不要加入旧的行业性的机会的和沙文 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工党 有一说一现在工党也是这个德行 对吧 活该斗不过保守党 这个苏格兰独立工党的广大党员对议会越来越反感 几乎所有地方组织都赞成苏维埃或者工人苏维埃 当然这把那些对于政治视为谋生手段的先生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说服他们的党员重新投入议会制度的怀抱 就是说英国人他干的是犯的什么错误呢 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的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 或者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者做群众工作的工人的情绪和观点 这种情绪是极为科技极为可贵的 应当善于真实和支持这种情绪 没有这种情绪 革命的胜利就没有希望的 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 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情绪的人 应当爱护 关切的给予种种帮助 同时应该直言不讳的告诉他们 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 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 即使是对革命的事业无限忠诚的 所要犯的正在犯的这样的错误 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 这封信表现出的英国人干的活 就是德国人犯的错 他们以前也犯的错 这个错误就是之前说过的 教条化的 单纯强调原则化的 忽视灵活性的这种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段落就是这样的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 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 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 在事实上认清韩泽逊和斯诺敦政府 所造成的结果 必须帮助韩泽逊和斯诺敦之流 战胜联合起来的劳河乔治和丘吉尔 不做一样 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 因为工人阶级读书人的观点 如果不转变 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 要实现这种转变 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 这也是你讲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的重点一点 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 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 同时我们在后转当中还会强调一点 群众和以群众致名喊的这些人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些人只是借着群众的名头 为自己摸取政治上的声量和利益 对吧 他只是单纯的借着这样的一个名头 说为什么我不能代表这样的群众 没有人能够代表群众 代表一个群众 对吧 一个人能够代表一个群众 他就是想干 他就是想上台唱戏 我觉得我们可以抽时间 对吧 搞一个总集片 或者说对一个内容进行一个重置 我时间可以放在四月份 就是把劫舍这种东西 群聊这种东西如何搞到劫舍 搞到劫舍 而非政治性的结设又如何变成了政治性的结设 这种问题我们再理一遍 讲一讲 为什么你不要去搞什么所谓 为什么你不要去加入什么信息 所谓的信息和资源的交流群聊 对吧 我们可以之后再把这个东西重置一遍 因为事实证明 可能直播间的现在绝大部分观众 是没有听过主播在去年八九月份的直播的 我可以放到四月份甚至五月份 我把这个问题的逻辑想得禽水 对吧 想得清楚一点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讲一讲 也就是所谓的三部曲 也就是最下一个 那么总结了英国人和德国人的问题 那么他给出了几点结论 也就是第十段 你觉得我在凑水没有什么观点 我谁都没说 但是我只是针对这一点 为什么你为什么加入这种 对吧 所谓的资讯分享群和资源交流群 他和你的初衷必然会产生 必然会产生一定相辨的问题 那么第十个部分 第十个段落 或者说这个篇章吧 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个话 对吧 第一个结论 我们这样 第一个结论 在一切国家中 工人运动都必然 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 两种 其实是两种斗争 第一种是正在成长 壮大的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 首先 而且主要是从各个各自的 蒙世为主义 也就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 其次是 其次是同 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 也是一种补充的斗争 就前者就是说穿了 前者就是所谓的右 后者就是那个左倾 对吧 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 什么也就是前者表现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斗争 第二种就说什么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 什么无政府公产主义 什么产业工人联合会这种 坚持着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 这个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 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对吧 现在全部的问题 好我们继续 对吧 那么基于上面这个结论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得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 十分自觉的考虑到同 既考虑到同忌讳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 进行斗争的主要任务 又考虑到这种斗争 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各种情况 所属殖民地和不同作战基础 信仰方面的特征 而具有的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 就你还是得上面两个都防 孟是为主义你要斗 对吧 这个左倾左倾冒进主义你也要斗 第二个结论 你说的对 但是我今天没有开支付宝 你说的对对吧 但是我今天没有开支付宝 国际工人运动中 觉悟的先锋队 及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 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群众 采取这种新的立场 确切的说 就是不仅要善于自己领导自己的党 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 和转向新立场中领导他们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先锋队 你有义武也有必要去领导深入这样的群众 跟着这样的群众 然后争取他们群众思想的转变 也就是掉进坑里你要爬出来 对吧 你知道这句话就行 就你弹幕知道那句话的出处吧 群众掉坑里你也跟着掉进去 爬出来工作就好做了 对吧 他实际上就指他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东西 对吧 也就是说不仅没有文化 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 而且文化程度高 各个识字的德国群众 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 怎样懦弱无能 毫无气节 一筹莫转 对资产积极 奴言卑鄙 卑鄙无耻 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积极专政 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 比如什么克尔尼洛夫卡普之类的专政 然后才能坚决的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也就是这句话的 也就是也就是这段话的思想力和和意思 然后继续 第三 第三 以前的问题是 把无产阶级新封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因而宣传工作提到了第一位 这时候 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的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 也能在宣传工作中做出成绩来 是群众实际行动时候的 不如百万大军 配置当今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候了 单凭宣传的本领 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 就是你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践 必须和生产实际中结合起来 对吧 必须要斗 必须要在斗争和实践中 争取这样的 争取阶级力量 对吧 争取能够支持你们的这些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分子 对吧 也就是所谓的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 对吧 第一 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 必须善于毫无例外的掌握 掌握受贿活动的一切形式 一切形式或者方面 在夺取政权以后 有的时候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 去做他在夺取政权 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 第二 革命阶级必须迅速准备 准备最迅速最突然的用一种形式 一种政治上的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然后 接下来的内容我就不 我就不讲了 对吧 他其实谈的是各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 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特别特别是英国 英国的共产主义什么的这种 然后又批评了一下什么 像考斯基和奥托鲍威尔这种 过去是马克思主义的 现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些人 指责他们运用辩证法的时候 成了非辩证论者 对吧 在尽管嘴上说的辩证法 实际上并没有成为辩证法的 辩证法的运用者 然后有五个增补 对吧 五个增补实际上还是在 还是在骂德国共产党 第一个增补内容 德国共产党的分裂已成事实 什么德国共产党左派 另行组织了共产主义工人党 以别于传统的KPD 对吧 然后 德国人后面整个活我们都知道 德国人能做成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做成不了 第二个部分说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工者 独立党人 说这个红旗帽搞的这些东西 对吧 已经彻底乱了套了 第三个部分批评意大利社会党 对吧 社会意大利社会党 仍然在犯这样的错误 然后第四个 什么一些正确的前提 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 还是在说 还是在说德国 意大利英国这帮人 然后 然后第五个部分 是一个荷兰共产党员 荷兰共产党员 阅读了这些文 文章之后 做出的回信 我们念一下 亲爱的同志 承蒙您的好意 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 荷兰代表团团员们 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一书翻译成 西欧各种文字出版以前 就有机会读到它 您在这本书中 对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 在国际性的政策上所起到的作用 再三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你把这些人的行为责任 放到共产党上 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 这是极不正确的 而且是极不根据公正的 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 很少参加或者完全不参加 我们党目前的工作 他们还企图直接的和间接的 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 而对这些口号 荷兰共产党以及一切组织 不仅过去 而且直到今天 还在进行的最坚决的斗争 就他骂荷兰共产党骂了什么呢 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 不幸的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样的一个稳定的 稳定的 没有建立过合法状态和非法状态 之间转变的国家 因此他们在思想上解释不了 政党从合法状态和非法状态之间的转变 对吧 荷兰共产党员认为这个东西 对人家来说有点恶心了 我不得不说 讲这么一篇文章 有点超出了我的 超出了我的时间上的想象 我们从6点45讲到了8点45 两个钟 接下来我们就基本上就这样 对吧 那么这篇文章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叫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对吧 列宁中的很经典一个宣传 然后目前来看直播还是没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明天就可以似乎 大概明天好像就可以讲一讲什么 讲一讲怎么办这一篇 嗯 我们我们扯一会儿弹下播吧 结束了对吧 今天的今天讲的内容就结束了 本来想的是今天也许能讲怎么办 但是按照 我操 按照今天这个篇幅和时长的对应关系 感觉哥们这个看就看不完了 看到12点去了 看到12点去了 我们还是要尽量争取 不要播到12点对吧 有什么扯的有什么扯的 我们就扯一下扯一会吧 对怎么办可以主讲第四部分 是的 哎 主播说是列宁看的最爽 对吧 但经典片幕其实还是看过 嗯 不讲 我不想讲 怎么办 你看什么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自原性 公联主义政治 社会民主主义政治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 全国政治报 他实际上侧重于意识形态和党界内容 上面也更多一点 这个是 然后第四部分 第四个部分又着重强调 什么手工业方式 经济主义 鸡里瓜一大堆 我得讲到 我得讲到凌晨去 我得念 我读这书 我得念到凌晨去 算了 明天讲 对吧 明天 明天六点 然后播这个东西 两个钟头 可能能读一半 对吧 我们争取明天 怎么办 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 对吧 我看有的弹幕好像问了 也好像没问 我提一嘴 经济主义的意思 就是说工人运动的作用名 就是为了改善经济情况 对吧 跟其他情况都没什么关系 着重的强调 你要重视眼前的经济利益 对吧 这种就叫经济主义 说白了就是 顾头不顾定 明天有一顿吃 算一顿 就要经济主义 为什么说起点出海 是纯搞笑的 你不能看在这个上面说什么 起点国际上线了多少多少部 中国网络文学翻译作品 培育了如何如何的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第一点 你的更新形式和人家的文化未必相同 对吧 第二点 第二点 咱说句实在话 很多所谓的海外出海 实际上 实际上是日本 日本 网文 日本那个什么 日清文库本和 起点东京流 我感觉实际上 没什么 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对 第三点 海外年轻人 爱上网文 这一系列的稿子 他是起点拿来证明自己 这个东西能 什么进入全球共创IP的新阶段 拿来论真正文人的 但凡有一点出海能力 他现在都不是这个财报和引收 对吧 如果他真的像他嘴上说的那样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创作者和读者 共同进行网络文学IP培育和开发 一大堆的人风鸣和追求 什么对吧 追求这样的什么翻译语种 有了敲歌的预读量 粤文集团的财报 就不会滥成这个样 他就是来搞笑的 为什么是搞笑的 不挣钱 对吧 你说了半大天 什么文化这个收出 文化那个输出 你还有说这个人挣啊 你挣什么啊 你有什么正面意义和正面作用吗 那起点出海不就搞笑东西吗 对啊 曾成功早就被网文 网飞改编了 网飞一大堆烂剧 他又不惜的多改两倍 那所以为什么是编的 为什么是搞笑的 吹的牛逼吗 吹的牛逼的可不就是搞笑的 是不是 自从约文开始搞防盗版措施以后 小作家的书我直接不看了 有些小作家的新作家的书 我直接就不看了 干网文的前三十万字的反馈 对吧 前三十万字的反馈是最重要的 大部分人因为起点的防盗措施 前三十万字连互动都没有 我不知道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跟下去 我不知道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跟下去 你数据一烂了以后 三十万字直接烂了 对吧 三十万字数据一烂直接不跟了 你还指望什么呢 几个人三十万字 能在那么差的数据情况下写得好 你防盗措施 直接把新生代的作家描错直接掐死了 阅文几乎所有都是搞笑的 那老一辈作家呢 老一辈作家现在在起点上写的是什么东西 你现在点开你现在点开起点的排行榜写的什么玩意儿 那现在看看起点的畅销榜排行榜第一 临近行者 写的什么东西 卖爆小龙军第二名宿命之环 什么东西啊 差不多点得了 评价就是差不多点得了 赶紧爬吧 你这几年的网文就一本玄剑先卒还像的 对吧 你这几年的网文就一本说穿了 就一本或者几本 七年就一本玄剑先卒 玄剑先卒相对还能看 玄剑先卒相对还能看 然后暴风城打工实录 读阅读那本也还能看 剩下的这些什么东西 看不了一点了 临近行者你看吗 苏梅之环你看吗 我们不是说否定说什么网文 不具有文学性 不具有这个文化创造能力 你写的什么东西 你就谈这些 上一个在网文中盲目知求 所谓文学性表达的就是超数个 大眼珠子的书我不敢评 对吧 你要我不得罪人的话来讲 大眼珠子第一本书 大眼珠子那几本书 多少都沾点黑历史 只有黎明之见 显得不像大眼珠子的黑历史 你扯那些什么 对 对就是商业逻辑和创作逻辑 根本上抵触 网文就是一个自己把自己踩死的 或者说就像咸尾蛇 迟早自己要把自己吃了 他根本上内核上是矛盾的 那我们说回来远同吗 第一本 西邻帝国是纯粹远同的黑历史 这种东西谁看得下去 就我佩服谁 异常生物见闻 录我不评价 黎明之见前半 黎明之见的仲田环节 显得远不如放开那个语谷 深海于静纯搞笑作品 好了结束 肯定有的人要吵我 肯定有的人吵我 但是我的眼珠子就这个评价 就黎明之见能看 就黎明之见能看 我对他这个评价就是这个 就黎明之见能看 黎明之见前半本还不如放开那个语谷 但是后半本还行 西邻帝国城市 现在显得就像远同的黑历史 写的什么玩意儿 原贡文是更搞笑的 因为大部分原贡文的作者 自身对于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理解 对吧 他可能有充满着一部分 刻板印象的理解 然后用这种刻板印象的理解 写一个写进去网文 写进去网文 在交别着 如何应用他这样的刻板印象的理解 一批人的典型特征 是在刺猬猫写战锤40K 战锤4万同仁的时候 战锤4万同仁的时候 写什么红色审判庭 我就想给他两耳光 你红色审判庭 就没几个是好看的 做着什么水平你就写员共 你搞得清楚什么是共 我对刺猬猫就这个评价 老老实实写你到二次语言 崩坏三合同仁去你别瞎整 对 袁共文的作者大部分水平都不行 行的那帮人 他是不会去写网文的 西上这个平台整个都是烂的 对吧 他的很多的小说满足了人 满足了人 满足了中二病患者 对苏联的 对红色的 对一种组织和生产上的幻想 不是不行 大部分人搞不清楚你让他人 你让他被纯洁派纯洁派和激进派 之间的区别他都搞不出来 确实不是不行 但是你有那个水平你写网文干嘛 你网文几个钱啊 对吧 咱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室友的人行 室友的人愿意写 第一愿意看吗 第二挣钱吗 对吧 这是商业逻辑的问题 商业和逻辑 创作逻辑本质上是违背的 行的一大堆的什么 我知道的 有什么环球时报的编辑 什么光明日报的编辑 过去在起点上写过西方的网文 没人看的 正经八百的媒体工作者 写社论的人 就因为段落写的是 每段落四百字到五百字 直接下去了 是不是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正经弄得明白的人 稍微啰嗦了一点 一段落写了四五百字 甚至是八百字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长段落 可能长到一千二百字 这是很正常的 网文不行 网文不行 网文就搞这个就得死 就那个话 我不否认有的人搞得懂 那这种人 为什么要写网文呢 你根本 你面临一个根本上的问题 就这个根本上的问题 搞得懂的人 他干别的都比干网文来钱 你干网文是干别的干不了 干别的没这个本事 或者没这个能力 他就写个网文 蹭 蹭个全情 蹭个全情 他也就能干这个 还是 是有的人能干 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 干网文的投入明显 投入和产出比 绝对是 绝对是不太行的 不挣钱吗 有一说一 大眼珠子现在水平比乌贼高 我觉得你这句话 会被两家粉丝一起找 第一 眼珠子粉丝会问你 你凭什么拿乌贼跟眼珠子比 第二 乌贼的绝对粉丝 才会问你 你说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 是不是 我觉得你这句话 一说出来 你会被两家粉丝同时找 这种话以后还是不要谈 对吧 咱就可以当脑海中不存在了 咱现在可以当脑海中 不存在了什么 宿命之环这种书 对吧 从来没有发生过 就当他没跟 好吧 你别的不说 当他没跟过 这个不难 有一说一 但是也不能完全当他没有写 你当他没有写 鬼秘之主的很多问题就要出来了 鬼秘之主很多问题 在当时的解决是建立在 都知道他后面 对吧 都知道他后面有续作的基础上 但是因为续作烂了 所以他之前那本书 你现在的眼光 看来他还是有有些有问题 宿命之环上一本也不行 这话说不得 张燕与火不敢说 我都不敢说 我屋子我就不敢 不是很敢评价 钢铁火药和施法者 你让银子电先更新再说 你抛开书的不谈 银子电上次更新什么时候 是不是 你谈光火法就不得不谈这个问题 椅子电上次更新哪一天来着 他跟过吗 他没跟过 你谈谈光火法有什么意义吗 一个月前 我擦 那不完了吗 王国血脉咋样 能看 是能看 有点老 只能说有点老 我定 我好像是 我以前那个号好像是纯定 然而现在我也忘了 起点那些穿越国代的文章咋样 穿迷不看 剩下的你慢慢挑 对吧 穿迷可以一棍子打死 一帮垃圾货 真的 是个网门写个历史 你就要穿迷 我的公共是乾隆咋样 那本书不是我的公共叫康熙吗 那本书不是我的公共是康熙吗 反正我现在连起点都很少开 咱说实话 你现在让我去 你现在让我看起点的网文 我不知道我看不下去 那你还看网文吗 看是归看的 现在是不看的 没东西能看 看啥 花钱看那些恶心书吗 对吧 你说你看盗版 起点越要防盗 体验越要烂 然后就这样了 对吧 然后就这样了 你说怎么办呢 那写的烂 那谁叫写的烂 看刘备文 我觉得弹幕在黄书这个问题上 应该是干不够的 我觉得你在这个问题上 弹幕应该是没足够跟主播讲话的 你找不到盗版吗 找得到阅读体验烂呀 对吧 盗版的经修编定版 一般都是完结之后才说的 畅销网文 他就没有正直构建 他不是正直构建 稀烂的问题 他就没有正直构建 稀烂的写个王国 对吧 历史的写个封建 对吧 稀烂的没有王 稀烂的整个王国 历史的整个封建 你很少见于显西方的 能正经八百写点什么 能正经八百写 写的明白 资产阶级代义制 他究竟是个什么的 这种网文作者 可能2024年还没有生出来的 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他不是人均没学过的问题 他想搞盈利 因为观众大部分看不懂 他也得看不懂 在大名搞工业革命的那种网文 咋样 川名我不看 川名我不看 你问我 对不对 川名的所有 所有网文 我是一棍子打死的 一个我都不看 中国战区的政治构建 都比他们这样 中国战区是真的假装 在跑团书里面 搞一套什么当地人文 风土 风土民情 风土人情的 对民族其实也没显明白 但是问题在于说 明著之所以是明著 他能搞清楚一定的 对吧 社会风土人文方面 尤其是水浒传 对吧 很典型的 建微之助 他能够体现出 体现出一部分 网文大部分是什么呢 干脆就没搞 对吧 因为受众有这样的需求 对吧 你写的 你写成这样 谁看的 有个王国 有个公主 不就是这种 就像你搞什么习惯 王子公主 人类精灵 矮子人铁匠 对吧 兽人 你就搞 他也就搞搞这些东西 没有爽 商业逻辑如此 你有什么办法 什么 什么网文 这个网文教程 那个网文教程 那不教的全是这种东西吗 怎么爽 怎么来 六千到八千都是念的 语音直接转输入法 转的 你会发现 在里面发现一大堆的什么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大部分都是语音念的 谁键盘上敲我 你这话说的 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语音转的 谁还跟你键盘上打字 我说 嘴里念的 此一你会发现 有一些相当口语话的表示 东坡苍权墨的 不说了 今天就这样 六千八千 很部分 大部分很多人都拿直接念去了 有没有比较推荐的 什么几本书 那还是老规矩 对吧 暗得闹的那几本 暗得闹的那第一本 无尽战物 A神 对吧 操操操操操操 A神 尽管写别的干不明白 但是 这个 余境之冲 就余境之冲 写的很行 说实话 刺猬猫 有数能看吗 我认为刺猬猫 没有 我对刺猬猫的印象 目前还停留在崩坏三 元神 什么崩坏 新生铁道的 同人文上面 可以主攻推荐什么书 A老 安德老 对吧 余境之冲 无尽债务 无尽债务的前半本 起码比乌贼像样吧 然后 这个谁来着 亚人粮 补完手册 这个谁来着 鹦鹉咬舌的石仙主 好了 就这就这几本 刺猬猫 还是爬吧 我对刺猬猫的评价 就有多远 滚多远 现在的刺猬猫 真的就有多远 滚多远 那写的什么玩意 都写 感觉啊 感觉 刺猬猫大部分的书 你不如现在回去看 《辉语幻想的格雷姆加尔的外部文库版》 你不如回去去看那个东西 真的 不如害怕 不如 真的 我对刺猬猫的一整个评价的就是 你不如现在回去看 点开什么《辉语幻想的格雷姆加尔》 你去看那个 怎么都比起看刺猬猫 我看刺猬猫只能看出来一个结果 一个结论 傻逼二次元 真的 所有二次元的什么负面作用和秉性都能集中的体现在 都能集中的体现在刺猬猫的作品上 主播怎么评价尔跟着说 我只看过仙丽啊 你问我 剩下的我都没看过 仙丽我配评价吧 仙丽还用我评价 你就搞得跟主播能谈而更异 我只看过仙丽 剩下我都没看过 只能说啊 一个作者 一个作者 有一部书不代表他 有一部很好看的书 不代表他能有下一部很好看的书 过往作品的历史水平 不能成为他将来作品的水平的证明 这么早就下播了 哥们六点四十五播的呀 三天两教怎么说 他更过心 他不是死了 他不是他不是天天在直播 你这说话的说的话跟教老师除了 除了会论SCABOY论坛一样 会论SCABOY论坛在上面吹逼 他还干过别的一样 哎 流弹怕水长呀 怎么寒在问弹领地 不是你怎么寒在问弹领地 我觉得你是故意的 我是坚定的啊 我坚定的 我对弹领地没有任何正面评价 你你你所有的人说 你所有的人说弹领地写书这个好 那个好 我都赞成你 但是我对弹领地不会有正面 不会有任何的正面评价 让我看看什么 原神酒馆 那个我说一句 趁着这次过年 希望大家尽力能克个六思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也挺辛苦的 有一些用戴的发电的up 和凭借自己对元宝的热爱 一个六思八算对的 让他们小小的鼓励 那你给米桑冲这个六思八 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 我操 感觉他妈像串子 我感觉他妈像串子 我操 猴山都黑不出这么离谱的 米桑游戏原神现在是真不行 我只能这么说 原神现在我觉得原神是真不行 原神不如崩天 是不是 对啊 你拿了一堆什么二创的 那你为什么不给人家打呢 你给原神打钱 感觉这种逻辑很妈妈搞笑 什么东西 好了 该下线了 我可以去玩伞冰坑了 今天试了一下 今天上午试了一下这个游戏 感觉还是有影的 Fulls Hole 我感觉还是有点影在的 什么挖挖原料 做做东西 这游戏感觉真有点影 感觉是真有点影头在 挖挖原料 什么这个材料 做做东西 然后开个卡车 送到前线上去 散冰坑这游戏感觉 还是有点成隐性在上面 为什么不能有点 什么3D版的这种 就什么FPS版本的 这种散冰坑 这类型的游戏呢 那你直播我呗 不直播 带不动 不是直播机带不动 直播机太烂了 换兽帕鲁真的很好玩吗 你有朋友的朋友一起弄的话 居然可以 对吧 该有的MMO的游戏的优点 他都有 欧卡还是算了 直播机太烂 直播机干点别的 还行 干这个太烂 结束 结束 已经9点16了 终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